Leo聊世紀,天天都不開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薩拉生人對上微技能 這場比賽是天D的阿朗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薩拉生人 魔名特性是4級很便宜 而且他的買賣所需費更便宜 所以他可以透過買賣獲得更好的價格 薩拉生人他的科技是相當全面的 有大落碼,然後工兵路線全滿 護兵有劍勇可以用 生旅科技有全部的科技 工程工程師也有,也還有重頭大蟲車 該有的都有,非常可怕 後期他的駱駝是駱駝血量最多的文明 170滴血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微技能的文明特性 微技能的文明特性是他的步兵 血量非常多 劍兵有士可以高達84點的血量 雖然不及亞美尼亞的白血劍有 但至少他的劍兵有士是不需要點科技 就直接有的 他的攻兵路線可以高達11點的傷害值 這需要點一下狂暴戰士幫 才可以獲得能力 他的騎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城堡時代跟風劍時代 還是可以考慮出少量的馬 去做為一個前期的壓制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順便補充一下 微技能他的輪軸技術是免費的 還有手推測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跟風劍時代 經濟是最好的 簡單來說他是農最快的文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地圖 地圖的部分是黃金的部分 黃金是在前方 左邊有一個是在左側的位置 後方有一塊黃金 整體來說位置 這個是比較微妙的 因為有一塊附近在前面 這塊金的旁邊又沒有任何的木頭 勢必一定要開城堡在前面 你開TC的話也很難受 因為這附近就是高地 對方很容易就直接高打低防守 給你壓制住城鎮中心的一個狀態 所以微技能米亥這裡是有點難受的 但是他微架的部分是比較輕鬆的 這邊可以稍微小微小微 就可以搞定了 好那看一下薩拉森人這邊 薩拉森人這邊最麻煩是 兩塊附近都在前面 這裡一定要插一根寶防守 不然這個兩個金被控住就死去了 但是前期防守來說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但也沒輕鬆到哪裡 如果要維持的話也是要維很大 但是他的主經在後面 稍微可以讓對手比較難騷擾一點 好那微技能這邊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棒棒已經出門了 三隻棒棒準備要訓一家大鬧特鬧殺生人 這邊的想法不知道是有什麼打算 好這邊升到了時代 這裡敲一下後面小心 這一村要沒了嗎 看一下 唉唷拿下了 然後再活了下來 唉唷差點被射死 好緊張好緊張 好來看一下這邊棒棒的騷擾 唉唷阿你怎麼送掉了 大哥 你還這一波突然想送馬 賺你一村送你一隻肉馬 可以吧 應該是沒問題的 好 好 好 那現在殺生人開始轉出了工兵 工兵的部分 好 黃金開始在挖了 開始挖黃金 那整體來說現在走工兵路線 真的是比較沒有那麼的主動優勢 但是遇到對方棒棒開局直接轉攻 是比較直觀的做法 雖然也有去用肉馬姐棒棒的方法 但是 工兵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好 但這邊點一擊射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兵工廠會在這個時間點下 並不會低時間點 好 未見的是棒棒轉攻 來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OK這邊追著射 好 血量丟死了一隻 現在棒棒 已經沒有太多的能力 哇 這個刺猴走A走A再走A 最後點掉工兵 漂亮了 然後再開著拉打 就去點 點掉一隻工兵 工兵點掉之後 棒棒不想理 好 開始回頭射一下後面的棒棒 這邊甩弓甩得很漂亮 沙拉森人路易斯 展現了年輕人的手術啊 哇 最多越來越多這個年輕的選手 來加入世界帝國 就我們連台灣這邊也是喔 我們這頻道呢有非常多的有為 7年 分數都已經來到17001800了 只能說 世界帝國 未來的 新一代的這個選手們 真的還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當然我們現在年輕的選手也有天空手 天空手年紀 對 已經算是 跟天才少年一樣 他已經算是少年 那路易斯的年紀喔 跟這個 墨西哥的16歲 天才少女 Hookie 這兩位選手 正是 年紀正是特別年輕啊 好 未竟然這一波又賺到了一村 總共是加二 臭名處已經 遙遙領先了 32對38 但這也是因為 殺死人 點下了城堡是在的關係 所以 臭名處 本來就會少一些些 好 那現在 32對38 臭名差距6村 但是殺生人撐上去囉 待會要不要轉一個 轉型奴兵二級射 二級射 二級射點一下 好 那待會二級 煩木曜找回機會點 那殺生人的布公兵呢 對建築物的這個傷害是非常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打這個牆會有多快 好 直接貼到最近 OK 直接射到 五發 十隻公兵 射五下 木牆就爆了 這裡要圍 也來不及圍 直接走進去 暴射一波 又毀了一個市集 點不太起來 再點掉村民 又抓了三村 先起來 兩個村 又是直接沒有了 繼續往那邊射進去 越射越深 天啊 射好射滿 完全擋不住 這就是殺生人的工兵 屠鹿戰術 直接衝進去射爆你 有有 射村民吧 這裡直接射黃金村 再配多射一點 射到了九村 這一波殺生人 路易斯大賺 你看這邊經濟炸裂 但是雖說炸裂呢 但是擁有免費的手推車跟輪走 經濟還是非常領先啊 那就是維京人最可怕的地方 你即使被騷擾到了 你的經濟還有可能是繼續領先的狀態啊 維京人的免費輪走跟手推車 真的是太香了 而且也不用研發時間啊 可以省下來的時間去產更多的村民 好 那接下來兩邊已經開始變成工兵大戰了 維京人也是選擇了工兵 等殺生人那坨工兵出門之後 再也沒有再產工兵了 這邊是選擇了直接開3TC開農啊 好這一邊又在開打 好下面還有一坨工兵 欸 米亥拿時候工兵溜進來了 但是好像沒有擊殺到村民喔 那邊村民樹並沒有拉近 好這一坨工兵可以注意一下 後面有幾個部隊 來個分推 看一下這兩邊的 多線操作會是如何 左邊工兵 右邊土工兵 這一坨工兵要被拍到了 吐了 吐了 好這一坨工兵 最後是秀不了這樣子 OK 再秀 但是被拍爛 再來一發 搞定了 搞定右邊那一坨工兵了 好 算是左邊這一坨工兵 又殺過來了 米亥的工兵非常強勢 沒有打算 要撤退嗎 工兵撤了 但是在毛兵在裡面騷擾有點痛 刷了兩村 又倒了 OK 頭車搞定 現在路易斯 目前也被殺了九隻村民 欸 就那個高地的頭石車好像沒有壓制到 好 但這裡有個BK 稍微防守一下 現在 微精人 繼續走工兵路線 殺身人 決定要來蓋城堡 蓋在這個高地 好 頭車新壓制出來 拍個一下 沒拍死結果自己被換掉 米亥這一波打得很好 這波頭車繼續修理 對 後被工兵給點光 好 這邊頭車又拍到了一下 再了一發 又被換掉了 這個撫傷害補得很好啊 米亥這一波 所以說頭車 控得很秀啊 好 那這裡 現在又有工兵 又要走過來了 下面還需要一台頭石車 那頭石車 產能很慢 但是還是得到 好 但是這個城鎮中心可能不保了 人家頭車一直砸 就很難受 好 工兵走進來 建塔也來不及蓋了 這一坨兵 死光 想抖動 有抖蛋不多 有彈道學太準 好 兩邊因為一開始城堡山一上去 就開始在打架 兩邊都忘記點了二級伐木啊 然後就一直開始出頭石車 所以兩邊的經濟其實都沒有到很好 還不是最好的狀況 好 但是維京人的經濟 開始慢慢被追上了嗎 好 村民差距有點多 差了快要二十村 但是資源還是維京人領先 各位啊 這就是維京之力 村民落後二十村 還是暫時領先的經濟狀況 好 左邊這坨工兵 被拍到離發 哇 這一坨 前拍 拍不到 結果是被TC射到傷害 再補了一發 好 但是往前推還點到兩隻不錯 我見人這裡應該要趕快開TC了 後來就要來變成單TC打3TC了 經濟會也相當落後 沒有經濟 但這邊是想法先點下地龍時代 然後插寶往前壓 單TC 速帝王 然後插寶壓制 拆你的城鎮中心 但這個打法對應的方法 最簡單的招式 就是直接往後繼續蓋TC 就好 往後農就沒事了 所以這邊待會沙拉山 你要注意的是後面的防禦 該怎麼防守 這一塊區域 或是下面這塊區域 好這兩隻工兵終於解決掉了 沙拉山人開始回頭 產出工兵來 哇這一坨工兵 又是一個超級大爆撤 哇吐了吐了吐了 這些村民們一直被追殺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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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秀 還在秀 哇哇哇哇 這一波直接射爆了42村 路易斯這一波村民死傷 有點可怕 但是分數還是領先 可能看分數路易斯也知道 對方是一個單TC 強軍事的一個打法 好 那頭車繼續拍 就拍到了一些傷害 好這裏要往前走嗎 哇 路易斯這個頭車拍得漂亮 又擋住了 但是村民也死了幾隻 好兩邊都已經點了帝王 路易斯這邊帝王已經點下了 好大概還差個三分鐘 那維京人這邊開始來壓寶 全走工兵路線 好上帝王之後開始補陳正中心 用巨型投石機的工程來爭取一些時間 好想法是不錯的 好投石車走得非常裡面 有沒有轉個馬舟出來 出個騎士砍一下頭車 沒有騎士 沒有馬舟 好米亥這邊是黃金完全歸零 直接把數字村民往前壓制 那現在米亥的重點是想要把這一根城堡 插在這個位置 控住兩個主經 想要活生生的 把路易斯給餓死 應該是窮死才對 好這個GV陣 逼得漂亮 直接點掉投石車 好又點掉兩隻工兵 路易斯現在工兵數量還不夠多 彈道雪也還沒有點下 二級伐木也忘記補了 兩邊都是一直在打架 沒有時間去顧經濟啊 好對方有化學 三級射手有點長 要小心 好下方又有一個桌線 工兵繼續騷擾 正面也有工兵 到處都有工兵在走來走去啊 好巨型投石機終於架出來了 好這裡拍一下 再點 再點 再點一發 哎呦 哇 點不死 尷尬了 好下方這一坨工兵 就抓到了一村 米亥這邊多線一直都打得很不錯 好巨型投石機 這邊就去壓 米亥五隻村民就去挖石頭 但這邊有一些村民卡住了 發呆 捕捉事 看到了趕快讓出去工作 好這一波路易斯已經炸裂 正面 帝王是在巨型投石機很難 現在在等化學等火炮出來反擊 但是石頭已經沒有人 沒有了 是沒有人 是沒有了 ok 好下方的工兵直接走進來 哇 又抓掉了幾村 哇城堡掉了 那時候違禁人 終於發現 沒有 二級伐木 趕快補上 下面的工兵 稍微抖動 好兩邊在tile這個tango 稍微我射你 好這邊才是重點 這裡才是我真正的企圖 直接走過來 爆射你 哇 又射倒了好多村民 路易斯 這邊村民數下降得很快 但是這一波有個新的反擊 這邊高打低 直接把違禁的村民射倒了非常多 okok 村民數下降到剩54村 這時候3TC才正在補 村民數還是有點難追得上 好 經濟終於被薩拉森反超了 村民差距二三十村的情況下 這時候才慢慢被反超 違禁人的經濟 真的是太可怕了 來 再有點掉 哇 有點了幾隻 這一波工兵大戰 打得十分精彩 這一波高地 走動 再走 繼續走動 高打低 好 射再射 這一波 要小心 很血了 一打高 好 好像很穩 但是城堡起來 好 先測 好 TC拆掉了一個 現在米亥成功控制住了這些經濟地帶 剩下最後一個城鎮中心 這裡可以趕快補一個TC 你的TC 你的黃金 就是我的黃金 好 先來挖個木頭 等一下木頭之後 就可以來蓋一下城鎮中心 但是村民怎麼挖了木頭之後就回家了 說到我的補TC呢 回來回來回來 好 證明的部分 開始咪咪慢慢的逼近 路易斯終於憋到了火炮的登場 有火炮之後 微精人就難受了 因為微精人他必沒有辦法 對抗工程器 只能靠馬 他沒有救贖思想 生理科技 基本上不太能用 他的騎兵路線 又是跑得慢的 火炮一出來之後 米亥的公司 可能會有所趨緩 這一波路易斯 剩下一個城鎮中心 分數已經被米亥給反超回去了 這些劍塔有點麻煩 然後用巨頭給拆掉 火炮登場 火炮開炮 再來 點掉 開個炮 躲掉了 好 下面 直接騎兩個塔 這裡防守已經太難受 路易斯要被 米亥的弓兵給射穿了嗎 繼續射 再射 卡彈 這次想要保存弓兵數量 直接拉走 哇 躲到這個邊邊角角 這個距離算得很準 但是還是被射到了 又被射到 哇 登到雪很準 哇哇哇 死的死 殘的殘 這裡是一大堆連環團 連環塔 防守住這個位置 這裡用巨型投石機稍微打一下 看能不能打到火炮 危機人 這邊要打火炮的話 也可以轉強弩 直接貼近射就行了 如果走個幾步 還是能摸得到火炮的 所以危機人 先點下了強弩的升級 這頭工兵走過來 又被箭塔射得爛 這裡又被迫再補了一根塔 但是看來又要再死個幾隻村民了 路易斯現在右下角的狀況越來越穩定 但村民處已經被危機人給拉近了 支援量在這個時間點 危機人再度反超了 火炮來到了4台 全部的黃金都留給火炮 火藍火炮一出來之後 米亥的工兵開始比較沒有那麼大膽的一直往前走 工程器也是 不太敢一直往前 現在路易斯還有一塊野精可以挖 這塊野精是他的救命精 所以暫時附近被控制住也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把附近給拿回來 米亥這邊的經濟是越來越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坨工兵 會不會有所進展 路易斯也點下了強弩的升級 這波走進來 然後又回去 看到正面比較多 變了一個閃陣 回頭往後拉火炮 預判B陣躲掉 好 工兵來看一下這一坨 交戰有點壓力 這一坨工兵不能送 火炮又打了一炮 現在壓力很大 誰都不太敢輕舉妄動 路易斯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躲著一點射程 火炮操作會更輕鬆 躲掉 哇 這個死了 火炮偷打下城堡 直接砸一發 沒中 米亥並沒有繼續往前 好 這一坨火炮 米亥非常的謹慎應對 好 劇情投資機準備組裝當中 好 架起來 架起來嗎 排泄 排泄起來 往前 但是城堡已經要被打掉了 工程成功 巨頭反擊 但是 即時拉走 沒事 好 那現在 強弩要直接強攻了 好 打倒了幾隻 強弩 那這個時間點 危機人 轉了一些戰馬 我覺得這其實 蠻沒必要的 連黃金那麼多的情況下 還挖到對方的附近 基本上直接可以用黃金 A過去就完事 可能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好 但是米亥打得非常的謹慎 轉了戰馬兵 想要 想要直接A過去 戰馬打強弩 強弩打火炮 點掉了一台 繼續往前走吧 強弩 點掉火炮就贏了 往前走 往前走 點光就行 漂亮 這一坨火炮全部送光 莎拉森這時候想要轉戰馬兵 已經為死一晚 家裡已經BBQ了 雖然黃金補了兩個城鎮中心 村民術有所拉起 但是村民已經 差距來到了 花藥50村 這一波 米亥應該是 要拿下比賽了 這個是 步攻兵大戰 這一把比賽 也是比較少見的 天梯 天梯的形式對決 基本上 沒有人在出馬 都是步兵加攻兵 然後 只用攻兵就讓對手 插這麼多塔 防守 真的是太難受了 今天莎拉森人 起兵入線 沒有重裝騎士 那其實他也是 可以走一般的騎士就行 之前我們看過 Hera 就算沒有重裝騎士 帝王時代 莎拉森也是出騎士了 所以路易斯 現在的狀況 也有可能是 嗯 這個轉兵嗎 經驗上還是不及 Hera Hera真的是經驗比較多 那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路易斯 這邊的經驗之後的發展 他現在還是 星星選手 經驗沒有像其他選手這麼多 好 我們來看這邊 下面這塊區域 這波要來開始猛攻了嗎 你還一定就很納悶 你怎麼還不投 還是我直接轉大衝車點進去呢 直接補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戰毛兵走進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唉唷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但是聰明差距來到了一倍 75對144 哇 怎麼聰明 怎麼輸 好火炮出來 還想要再繼續狗 但是戰毛兵有點射不穿 火炮 火炮活了下來 反正是打掉了米亥的一個巨型頭戲 好 米亥 大衝車已經蓄勢待發 升級好了 衝車開始慘了 欸這個火炮沒空好 直接送掉 吐了一個 火炮又少了一個 米亥 黃金中午要挖完了 這塊巨一旦挖完 就要居了 兩塊附近在前面 真的是太難受了 好 用城堡射掉城鎮中心 現在圍巨人 大衝車 還有40秒 來了 衝車他們來了 金冠頂下 狂暴戰士幫 強奴多一點傷害 OK 開始頂進去了 這時候路易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米亥拿下比賽的勝利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這是由 這個米亥拿下支援上的全面勝利 雖然石頭輸了一點 但黃金贏了一倍 真的是怎麼輸 這個經濟期直接起掌 這個牛四 起得非常的可怕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如果是這樣 看到妙子 請多好了 netizen 我會覺得 沒問題 記得 politiqu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